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姐 二少爷 在这儿呢 是 我给丑柜收拾两件衣服 丑控你帮我捎给他 七姐 有些话呢 我一直想问你 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 你就不说了 今天无论如何 你得给我交个十点 二少爷 之前我不说 其实我是怕这些事 给你带来麻烦 丑柜在我这儿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是好好的 可自打沧子死了以后 什么人都来找他 你说我哪知道他跟沧子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那他之前叫乌德 你应该很清楚啊 我当然清楚了 几年前 我在柳河安门口 见到他的时候 连被熊瞎子扒得 都没个人样了 人都快不行了 安里的住持说 让我行个山 我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在我这儿喂个马 看个柴 看个门 你说这山里 什么男人都有 我一个女人在这儿 有这么个丑鬼帮我看着门 我这心里还踏实点 那他之前的事情 跟你说过没有 这么多年了 他连句整话都没说过 这前两天我还问他来着 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又不是外人 能不能跟我说呀 可他说他跟他们发过誓 谁都不能说 他说他们 对啊 那就证明 他不是一个人 他们 他怎么吃穿下的 我答的 我明白了 漆捷 这个乌德尔到今天 还是个谜 还是个谜 那 你 这不是棒锤哥吗 你这大身场的身把头 咋摆地摊了 郑三爷 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 一把火把我身场 烧了个一干二净 伙计们跑了 身也没了 我请你喝两杯怎么样 算了吧 还是我请你 我还请不了你一顿酒了 你等等 来来来 好嘞 走走走 走吧 咱们哪 就到前面乖弯那儿喝 那家好 那家我常去 行 三爷 谢了 吃菜 三爷 来 近来 我可是有日子没上野剧破了 他们那口袍子肉啊 我还是真想啊 不过听说近来那儿不太安静 你老去 这你应该知道啊 就是找一个人 这个人哪 你也知道 谁啊 就是那客栈 喂马的 丑门神 知道吗 不知道 这人子 他可成了香菠菠了 好几波人 都在抓他 打他个昏天黑地 有一天晚上 我在客栈 我都拿着家伙 跟他们干上了 那来的人 都是谁啊 还管着呢 我那火虫子 有日子没搂了 我这个搂啊 最后 撂倒了三 你知道 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日本人 现在 还有日本人哪 你说这事新鲜啊 身上 都刺着花呢 这还能有假啊 那花 你瞧见了 我没瞧见 我是听得花旗说的 听你这么一说 那地方 我还真不能去了 那皮货行的老板坏人了 你知道吗 换了 换了有一阵子了 原来不是那姓马的吗 怎么他把店给盘出去了 没有 那是他老婆 马老板回哈尔滨了 听说病了 那这娘们懂皮子吗 懂个屁呀 听口音哪 像是棍林的 可是他懂得杀价啊 拦腰就给你来这么一下 你还真没招 他听口音 他是哪儿的人哪 说不准 既然价不好 那就换一价呗 咱们说 咱也是马老板的老主顾了 这买卖还是马老板的 咱们不记的时候 马老板也照顾过咱们 你说这马老板有病了 咱们也得救活救活人家是吧 来 来 干 来 干一个 伤口恢复得不错 不用换药了 回家以后好好歇着 好 龟先生 这回为小飞燕大难不死 多亏了你 哪里 那 这些东西你拿着 是我小飞燕孝着你的 改日我在野局坡亲自备酒 好好的答谢你 别别别 这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拿着 来 看准确了 确实在那 一点没错 简直就是一兵营 这个王八犊子 我一定要断了他 走 回事 来 大当家子 龟先生有何吩咐 我有句不当讲的话 往后啊 这鸡蛋撞石头上的事 就少干了 先自头上一把刀 能忍则忍 我小飞燕这回是让人给暗算了 要我眼子上让人挠了一刀 你觉得我能忍得了吗 关先生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恕难从命 等着看好戏吧 大当家子 那我就祝你一切顺利 驾 大当家子 大哥 山下刚送来的信 说小飞燕领着三五十号人下山了 全都带着家伙呢 三五十人 他可救这三五十人 他救这点家底 这次全押上了 看来是有大事啊 看来是有大事啊 他干上了 傻家 这王八蛋 您还不知道 他后背上挨了那一刀 他能咽下这口气 一准是奔破妙去了 哥 哥 我天不杀要不是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白岐山 这是我杀死你多好的一个机会 还不是因为你 还不是因为我欣赏你 去给他宿信吧 去给他宿信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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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前橋 杰 皇舿给我围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坏了 被埋伏了 撤 队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都死了 快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眼兄 我等候你多时了 上次你后腰挨了一刀 今天我再给你补两刀 我再给你补两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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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伤的没有 没有 长官 白长官 没事吧 没事 一群土匪而已 那咱们别留后患 趁势抄了他们到老窝吧 出发 集合队伍 目标孤英岭 出发 出发 租到血量的海益 透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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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人哪 有人吗 快 开门 开门哪 快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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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开门 有人哪 快 快 怎么回事 快 大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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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姐 琴姐 怎么了 琴姐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们大当家的吧 求求你了 沈黎 去 把二少爷请过来 咋回事这是 这人已经死了 没气了 找到 怎么回事 大当家的 带我们去打白溪山 结果被算计了 古英领 就剩下我们仨了 求求你 救救我们大当家的吧 求求你了 夏公子 请 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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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们大当家的吧 求求你了 夏公子 求求你救救他吧 夏公子 快救救我们大当家的吧 闭嘴 人没死 抬后出去 别废话 赶紧抬 快快快 抬进去 一 二 三 走 慢点啊 来了 水来了 川龙 去 拿剪刀 哎 毛巾没有 别看着了 把火烧起来 哎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我说 我说 昨天晚上我们大当家的 带着我们去找白溪山去了 结果中了这小子的埋伏 我们的人马 全被他干光 那山寨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男女老少都被他们杀光了 而且寨子也被他们给点了 看来 你们昨天晚上的行动 一定是走漏了消息 这网我犊子 早算起好我们了 坐下 把刀收起来 那你们今后打算怎么办 那 那我们就在这儿 在这儿守着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好了 我们跟 跟 跟着一块 要我说呀 你们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当然 这是为了你们大当家的安全着想 好不好 那这样吧 我们先找个地方猫几天 等我们大当家的醒了 有了信 你托人给我们带个话 好 这是为了你们大当家的便宜 这就是为了我们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补联络 被我们给击中了 现在生死下落不明 他们被我们给包围了 幸亏白岐山这小子跑得快 要不然呢 早被我们给干掉了 那电台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经被李树叶和杨永逸他们 给取回来了 现在电台在他们手里 太好了 这样白岐山 就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敌人的格局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看哪 兵匪一家 这个动向很重要 我要及时与上级取得联系 实在不行 我们从河江军区分调一支部队来 加强我们的力量 不用 现在啊正面战场上需要人 我这人手够了 再说了 齐浩不是已经打起来了吗 什么呀 齐浩啊 东北民主联军 乌苏里特遣队 好 团结群众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老本行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主动出击 各个击破 毛主席不是说过这句话吗 伤其实质不如断其易质 说得太好了 我绝对相信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 将各股力量逐各击破 这个丑门神 最近不是挺好的吗 对 他已经拆线了 身体恢复了很多 情绪也比刚来的时候好了很多 他没有再跟你说什么呀 没有 对于他 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耐心 我记得 他曾经跟花七姐说过 说我们曾经发过誓 不能说 他既然说了我们 那就证明 这丑门神不是一个人 日本人曾经去过厄伦春部落 杀了一些人 所以我想 那个乌德尔应该在那里边 不一定 叫乌德尔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你还记得那个熊牙项圈吗 记得 昨天下午我拿我的吊坠 和他的项圈互相交换看了看 他似乎很在意这个熊牙项圈 而且我问起这个项圈的来历的时候 他好像有话要说 会不会 丑门神身上的秘密 和这个熊牙项圈有什么直接联系 很有可能 上次我要碰他那个项圈 他差点杀了我 也许这个熊牙项圈 就是找到那批资料的突破口 他现在已经对我们有好感了 所以 我们要对他更有耐心才行 这样 你回去以后 和李叔 叶阳永逸他们 开一个组织会 把我们下一步的打算 做一个落实和准备 好 我这就回去 叫他们开会 五天之后 农家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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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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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官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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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 让你休等了 不是我休等了 是新娘子休等了 大当家的 这新娘子呢 是不是该露个面呢 不急不急 按山里的规矩 新郎官得把新娘子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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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王八犊子 老王八犊子 秦司令 秦司令 有时远迎 来往多多见 sticking 恭喜 恭喜 大当家的 老王八犊子 今天你到了我山寨 我黑胡堂要蓬壁升会了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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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亮 他今天起咱们亲上加亲了 你这白兄弟年轻有为 日后我得顺着他 不然的话 我怕他能让我吃不了偷离走 他可是你妹夫啊 那也是你的兄弟 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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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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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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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 今天是二郎家大喜的日子 本来呢 要是在山下办喜事 咱免不了要拜天帝敬父母的 咱们黑骨藏没这规矩 咱们是靠山吃山 咱们败的是山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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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大哥大当家的上座 吴亮 今天你就当你白兄弟的老家人吧 吴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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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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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咱们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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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副司令 联合了这十万九 这二张家的 就是他的人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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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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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走啊 走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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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起什么慌 我去打喝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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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酒喝了 泡老家就是我的了 喝 小心点出口血 没事吧 没事吧 开席 老爷 你回来了 老爷 老太太说 你回来让你上她那儿去看一下 老人家最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闭老奶 你怎么了 没什么啊 哎呦 你咋合成这样啊 坐坐坐 嗯 娘 别提了 今天儿子喝了一顿喜酒 什么人结婚的 你儿子我这辈子 也没喝过这样的喜酒 天不杀的妹妹 嫁给国民党少校军官白祭山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不兵匪一家了吗 是啊 儿子呢 也整个这事发愁呢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两家人一澄清 看样子就要长期在这扎下来了 你就难办了呀 云儿 娘 还不止这些呢 娘 还不止这些呢 现在又多了个共产党 连大吉都跳起来了 看样子这儿不会在太平了 要说不太平 那也是金马橘子拉朽金末惹的祸 人为才死啊 娘 我看这地底下藏的东西 儿子怕保不住了 我就不明白这些人了 这搁在地底下的东西 干吗要给他挖出来呢 想发财呗 发财 发谁的财呀 谁又发得了财 搁在地底下的东西 要是挖出来了 那谁的命都保不住了呀 那您说该怎么办 让外乡人都走 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让他们都离开这块地方 别再造孽了 这老祖宗埋在地底下的东西 绝不能让他们挖出来 只要你我把口封住了 他们绝拿不走这些东西 看起来 我住说这你 我按下或者你 你还要同学 你还没想到 我那天 这个人都会吧 我 Ran 室 你也不讶 我グa 就我这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今年就免了吧 妹娘 您别这么说 我听说庆余堂在野菊坡 开了一家分号是吧 什么分号 您别听他那个 那是共产党新占的地盘 我跟您说 他们也是为了小金沫来的 庆余堂也是百年老号 改天带我去看看 是 娘 您什么时候想去 儿子陪您去 这是你的方子 你拿好啊 谢谢啊 关先生 夏公子 来 走走走 你怎么又来了 你这么不慈辛劳 我都过意不去了 我那个诊所啊 平时病人也不多 隔三差五的 到庆余堂分号来坐坐 那是我的荣幸 谢谢 谢谢 夏公子 这松甫城啊 又出怪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说起来您都不相信 那个黑虎堂的二当家 美人兰 您猜怎么着 嫁人了 嫁谁了 嫁给了自治军的白副司令 那婚礼办哪 拍场 连秦司令都去了 关先生 这事你怎么不去啊 这是好事啊 这事你怎么不去啊 我不信 官匪勾结 你说这官兵跟土匪 搅到一块 那还能消停喽 到最后啊 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啊 老人家来了 来 坐 来 坐 那哪儿不舒服啊 胸口呢 翠儿 给我听着啊 没有二少爷的命令 谁都不能动的 给我看住了 好 知道了